下午5点29岁石川家闯公布喜讯 林高远 乐开花 好 大家好 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在视频开始 还是欢迎各位朋友能够点点赞 点点关注 谢谢大家 和大家说一下国平的最新情况 目前国平将士们正在驻地进行修整 孙杀等几个主力一直回到自己的家乡 去宣传推广平方球 也可以看出国平将士们虽然说 这段时间没有比赛 但是一直没有闲着 为自己的体育世界 为乒乓球进行推广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在以后的赛场 取得更加理想的战绩 在此以后还有全景赛的比赛 包括萨格勒布战的比赛 都是等着国平将士们去拼搏 6月底将会迎来萨格勒布战比赛 这次比赛国平也是派出了孙杀 凡冬等人出战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取得获得成绩的同时 可以说能够收获更多积分 因为目前来看孙杀女单第一 凡冬男单第一 如果这次比赛他们能够取得冠军 将会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完圆满完成的任务 作为咱们主要的对手 石川家传言他的一些动向 自然让球迷各位关注 因为作为石川来说 不只是任意长得漂亮 而且球技非常精湛 此前表现中也是非常出色 曾经收获过世界冠军 就在日前他也是公布了一个喜讯 让广大球迷非常高兴纷纷的送上祝福 具体什么情况呢 就是在日前根据媒体爆料 刘国良最近让已经退役的大魔王张仪宁 严三等人去卢森堡的中国乒乓球学院 欧洲分院去做教练 为欧洲培养乒乓球人才 刘国良也是盛情的邀请石川家传 去欧洲乒乓球学院去做教练 不仅为欧洲培养新人 将日本的经验与欧洲的球员进行分享 可以说这对于石川来说 确实是一个重大喜讯吧 也让石川呢 能够继续的在乒乓球领域 打下坚持的基础 这次石川前往欧洲去做教练 对于他来说确实是一个好休息 我们希望呢 他能通过自己的经验 去帮助更多一些喜欢乒乓球的欧洲球员 我们希望呢 石川能够在退役之后 真正的为乒乓球做出更多的贡献 确实应该给石川家传点一个赞吧 作为他的好朋友林高远 也是乐开的话 因为两人非常熟悉 此前有过交流 林高远呢 虽然说能力非常强 但是呢 这名选手呢 明明在关键时刻出现失误 我们期待他能够活活的克服 也是希望随着石川家传前往欧洲去当教练之后呢 他能够真正的发扬 乒乓球的一个精神 让更多一些欧洲的球员 真正打出自己的最后水平 让乒乓球这个运动越来越精彩吧 好了 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咱们下期再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